今年我们不打算搞活动团联 反正我只能保证 过年春节这几天 天天赶忙辛苦点工人们 赶忙煮饭 工人都跟我商量了 而且是工人还提出来的 工人说的 现在捐款基本上不对 因为最清楚就是小李跟小六 他们居然在接待 接待的人捐了或者杂志 都是他们在开票据 他们在接待这些 所以他们比我还清楚 一个月几千块钱 不是一天是一个月 你说这个树木可不可怕 几千条动物 一买狗粮就是七十顿 三十顿狗粮还不到一个月 叫晚了 好恐怖的树 现在捐款非常非常少 全是靠自己的资金 比如说像以前星期六 啥个都有些捐款是不是 人气量也多得多 自然捐款也多得多 现在金上一天是空白 这个就是现实 你想想每次过年就要花好几万 跟他买鸡胸肉 为孩子今年没有 因为要养他们吃为大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虽然把春节那天能够停得过去 弄得烙烙热热的 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后面怎么办 所以说为了解忧其健 为了让他们保证他们起码生活 就把这个心事取了 爱在心头 爱在自己行动上 原本那个就是因为太小 而且工作量太大 原本可以改成其他的 绝对不可能浪费 爱自家就没这浪费的地方 只有不够的地方 是没办法的办法 正在想办法 因为我们很多现在来 一个脑的不够 比如说一买狗粮就几十顿 全靠我们这些老奴来办 虽然是有些志愿者来参与 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辛苦 真的是很艰难 况且平时这样那样的 杂货多得很 我就想着把这儿 仅有的一个地方 把它弄出来 住成一个大仓库 然后希望能够有人 资源一部小叉车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 把年轻人这点动力发动起来 可以用小叉车 把倒的货物能够直接插进去 这样就坚持了我们很多的劳动强度 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光是这东西 是有几天几千条命的这种 每天的这种劳动符合 很大 我们不叫卷钩舌 是叫打碰碰 卷钩舌应该正正规规的 比较宽敞 比较强阳点 而我们现在是利用所有的空间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只能打个这么大的棚 够一够够够睡 那么我们就给它打个棚 目的就是给它折风倒雨 因为没得了一个条件 卷钩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